卡曼综合症是一种具有临床接近抑制的疾病 患者伴有嗅觉赏失、减退以及新线功能减退的症状 如果不治疗的话,他们会面对不孕不育 卡曼综合症是在1944年由美国医学家卡曼研究发现 当时他断定这个为遗传性疾病 可是之后深入的研究也发现了其他有相关的一些其他的基因 目前医学上是认为它的基别是遗传或者甚至是基因突变而引起的 卡曼综合症属于一种罕见的疾病 男性的发病率要比女性的高四至五倍 男生大概万分之一,而女生大概四至五万分之一 我们的诊断方式可以通过一些常规的血液检查 比方说我们的FSH、LH、雌激素和雄激素 那我们也可以检查一般上这些患者的甲状腺、蜜乳素、肾上腺素和生长激素都是处于正常的范围里面的 除了血液检查之外,我们也可以安排核磁共振以及染色体核心的检查 性线轴的整个功能,这样导致我们的雄激素和雌激素非常低下 那男生和女生呢,除了嗅觉赏失和嗅觉减退之外呢 他们的第二性特征也没有得到发育 然后我们的发育期,青春期,其实完全被推迟了 他们没有体毛,男生的生殖器官会短小 女生呢,有原发性必经,胸部发育也不良 那男生呢,除此之外也会有性功能障碍 比如说国企的障碍,他们的经验里面也有无精 那女生呢,胸部发育不全,他们也还没有来越精 就是属于原发性的必经 其实呢,卡曼综合症呢,女性要比男性好治 这是因为呢,女性患者呢,已经在卵子库存 卵子已经库存在卵巢里 那只需要呢,用这个粗性腺激素治疗几周 便可以恢复生育的能力 有者甚至能够自然受孕,或者人工受孕 但男生的精虫呢,生产有赖于正常的睾丸功能 男性亦可以使用粗性腺激素治疗 但是时间较长,介于一年左右 才能让睾丸呢,重新启动生产精子 如果面对这个严重扫经,或者无经症者呢 在粗性腺激素治疗后呢,可以考虑搞完取经 通过二代试管来达成生儿育女的目的 如果要避免遗传给下一代 可以考虑三代试管,PGD 针对特定的基因异常做筛查 地处有缺陷的胚胎,指移植健康的胚胎 卡尔曼综合症呢,通过适当的治疗呢 尤其通过适当的激素治疗呢 绝对可以达到生儿育女的目的 那如果要把这个遗传病不把它传给下一代的话 通过三代试管PGD呢 能够成功地生下健康的正常的孩子 生风集团呢,是位于马来西亚市中心 是马来西亚呢,发展最为快速的生殖集团之一 那欢迎呢,我们有此类患者的需求呢 能够前来寻求协助 谢谢